字幕提供 4 禁止 我们中国人使用漆的历史非常久远 至少是8000年 目前出土最早的一件的话 是在杭州跨湖桥 出土了一把七公 肯定之前还有更长的历史 只不过我们现在还没挖掘到 我觉得大七和我们中国人很像 它是很内敛的一种个性 像一个君子表面充摸起来温润 非常平易近人 温文尔雅 但实际上骨子里是很坚强的 它不是一下子就展现出来 需要时间去了解它 随着时间越久 你会越来越喜欢上它 做大七的时候能够安慰我 这种情感是越来越浓的 马上就有储国爸爸年的文物 大概有40多件也需要修复 我可能也要请张老师过来 我想恢复古人能够画出特别细 特别长的那种好期的线条来 做文物修复能够得到很多很多的灵感 看到那些文物的时候 亲手触摸的时候 你会很震惊 它到底是怎么画出来的 会思考 会看到古人对七的这种尊重 那张木板企画 它是最能得顾凯之魏晋风骨的作物 一定是在当时七亿高超纪役的匠人才能画得出来 他画得其实非常精细的 线条用得特别的流畅 非常接近高谷游丝苗 我们在魏晋的时候出土的漆的文物能够保存这个尺度的木板企画也是少见的 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也是因为漆的原因 怕漆的话刚割下来的时候它是液体 真正等它干顾之后 它可以帮助那些非常柔软的材料 非常容易腐败的材料 让它一起变得非常非常的坚硬 变得千年不符 隐藏在漆表面之下的 还有很多很多的图案啊 文样啊 它有内涵 这是它最震撼我的 上大学的时候漆画和漆立体都很喜欢 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以画为主 后来的话慢慢地也开始做漆器 这个是一个脱胎的漆树叶 看起来好像挺简单 但实际上花的工夫都非常的多 因为叶子的形状它是很立体的 就需要用这一张布把这个造型全部包裹出来 再把这个叶子脱去之后 上了十几到七之后 基本上这个形状就定了 再来刷色漆 大概刷三十层到四个层的样子 一个刷漆可能就要刷将近半年 擦漆拋波最终得出这样的错误 那么大概需要花一年多的时间 我是觉得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树叶子 和我们人的命运有相通的地方 通过它的形态不一样来比喻我们人的命运 所以说努力做好自己 我会把个人的感悟也会告诉学生 其实学生是很喜欢七的 七确实很有魅力 有几个学生毕业了之后虽然找了其他工作 但他们依旧在业余时间在做七的创作 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越来越好 其实这些技术慢慢的应该是恢复起来的 实际上我们丢了也是丢了不少好东西 希望能够都把七回忆起来 让七走到老百姓的家里面 真正让七活起来 让大家会更多的知道 我们这么好的东方的这个艺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